孟耿如性感露身V尺度大的确直流。 还是,东森高塔公主将在今晚,三十一分之三,首播,昨日曝光的抢先看片花中,孟耿如身筑前后身V尺的绝美婚纱好赏高塔,画面一出立刻掀起网友一番讨论。 但前一秒才美美的出现,下一秒孟耿如就大笑自爆但我第一集就又流鼻血又粗话飙人,根本没形象了啦。 为了拍摄唯美的婚纱画面,孟耿如披上前后身V的婚纱大陆视野线,连自己都不好意思的说好像没有过这么大制度。 这次的婚纱裙摆超级长,还要穿住高跟鞋跑上旋转型的楼梯,所以虽然我为戏穿婚纱的次数多到自己都数不清了,但还是好几次都差点把自己绊倒。 还笑说戏里有蛮多陆视野线的福利,但拍了几次都还是会有点害羞。 剧中还有孟耿如不济形象流鼻血,边傻笑的对Duncan公主抱的画面,笑对出身的Duncan甚至拍了四五个小时篮球戏才来抱人。 Duncan表示我这一抱就来回拍了十几次,加上那天很热还要边抱边跑,所以我即使到后面都有点手软了。 孟耿如则自爆说他流鼻血的桥段在戏中还会不断出现,笑说而且我是有点夸吃又搞笑的流鼻血,所以连导演都说对我不好意思,我就自己跑去跟导演说我没关系。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好笑。 日前剧组更惊喜为郑银生买蛋糕庆祝生日,从孟耿如,导演到剧组竟然一连准备了三次蛋糕为他庆祝,让郑银生感动的说我第二次看到蛋糕的时候还开玩笑,说不会是按三餐来的吧? 结果竟然真的庆祝了三次,不断说自己真的碰到很有心的剧组,各种节日,生日大家都会用心准备跟庆祝,但也笑说虚了三次愿,最后其实真的挤不出愿望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